腾讯体育11月8月选,2018年,举众世界锦标赛,在土库曼斯坦的爱什哈巴德继续进行,女子巴11公斤级比赛中,西班牙选手皮雷兹巴伦丁,赢了扎曲和总成绩两项金牌。 白俄罗斯选手达尔亚诺梅瓦获得停职冠军,男子102公斤级比赛中,伊朗选手贝拉尔万德收获停职冠军,另一位伊朗选手哈舍米,赢了总成绩冠军,乌兹别克斯坦德阿克巴·俊雷伊夫,斩获抓职冠军。 女子巴11公斤级,西班牙选手夺抓职和总成绩金牌白俄罗选手停职夺冠女子巴11公斤级A次决赛,共12位选手出战。 有泰国的西里亚科姆,委内瑞拉的奇里诺斯莱昂,墨西哥的托里斯王,亚美尼亚的塔克福哈克比安,乌兹别克斯坦的加伯洛瓦,白俄罗斯选手达尔亚诺梅瓦,墨西哥的亚利桑德拉加尔扎,西班牙选手皮雷斯。 巴伦丁,美国的詹尼亚瑟,韩国的孟尼西,乌克兰的伊尼纳德哈以及厄瓜多尔选手萨拉扎尔,最后留在场上的三位选手展开奖牌的较量。 白俄罗斯的达尔亚诺梅瓦前两把分别举起了100公斤,105公斤,第三把要了108公斤。 哈萨克斯坦的梅石西哈罗瓦,同样前两把,成功举起了100公斤,105公斤。 第三把也要了108公斤,最后出场的西班牙选手皮雷斯巴伦丁开,把就举起了108公斤。 梅石西哈罗瓦和达尔亚诺梅瓦也均起了108公斤,皮雷斯第二把是举110公斤成功后,第三把又举起了113公斤,这样他就获得抓取冠军。 比较体重后,哈萨克斯坦的梅石西哈罗瓦获得亚军,白俄罗的达尔亚获得进军。 听举比赛,随着比赛的进行,有四位选手展开最后的较量。 白俄罗斯的达尔亚诺梅拉和美国选手詹尼·阿瑟第二把举起135公斤。 第三把比拼中,西班牙选手和厄瓜多尔选手,失去136公斤失败。 西班牙第三把举起了136公斤。 白俄罗斯选手和厄瓜多尔选手,第三把举起了137公斤。 最终凭借体重优势,白俄罗斯的达尔亚获得冠军,厄瓜多尔的萨拉扎尔获得亚军,西班牙的皮雷斯获得进军。 总成绩方面,西班牙选手皮雷斯以249公斤获得冠军。 白俄罗斯的达尔亚诺梅拉以245公斤获得亚军,厄瓜多尔的萨拉扎尔以242公斤获得进军。 男子102公斤及两位伊朗选手分货停举,总成绩金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抓取摘金。 共有11位选手,参加男子102公斤及A组决赛。 哈萨克斯坦的伊尔亚,乌兹别克斯坦,达尔克巴据雷伊夫,斯洛伐克德克瓦奇,格鲁吉亚选手伊拉克里,俄罗斯选手马克·西姆舍伊克,乌克兰的迪敏特罗楚马克。 两位伊朗选手哈瑟尼和贝拉尔万德,哈萨克斯坦的萨伊奇·科夫和乌克兰的科斯蒂安提恩。 抓取比赛,两位伊朗选手与乌克兰选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对冠军发起冲击,伊朗选手贝拉尔万德三把适举全部成功。 最终成绩锁定在第三把举起的175公斤,乌克兰的迪米特罗第二把举起176公斤,另一位伊朗选手哈瑟尼第二把举起177公斤,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克巴第二把举起178公斤。 第三把较量中,迪米特罗逝去179公斤失败,哈瑟尼成功举起了179公斤,而埃克巴逝去180公斤成功。 这样埃克巴获得冠军,哈瑟尼加军,迪米特罗几军停举比赛。 奖牌的争夺依然在四位选手之中,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阿克巴成功率依然是百分百,他第三把举起212公斤。 随后伊朗的哈瑟尼和乌克兰的迪米特罗都在第二把举起217公斤,但第三把两人失去220一时都失利,两人成绩相同,比较体重。 哈瑟尼获得几军,迪米特罗获得亚军,而在第三把成功举起218公斤的贝拉尔万德获得冠军。 总成绩方面,伊朗选手哈瑟尼以396公斤获得冠军,乌克兰选手迪米特罗以393公斤获得亚军,同为393公斤的伊朗选手贝拉尔万德获得几军。 Whitney